宇宙中藏着很多未知的秘密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 纪录片《宇宙大探索》 邀请知名天文学家 带大家从地球出发 一窥银河系的发展 生命的起源 可怕的黑洞 以及光线的奥秘 完整呈现出我们的世界 上个周末他们谈到 人类对于宇宙的想象 从早期的中心论 到现在的宇宙观 人类花了数千年才终于学会 怎么用科学去观察 我们的世界 喷出来的火焰 就像是无穷的生命力 宇宙的起源 就是从一场大爆炸开始 但人类对于这一切 却很陌生 一开始甚至以为 地球才是世界的中心 知名天文物理学家 尼尔泰森在宇宙大探索中 探究宇宙中生命起源的秘密 不久前 人类还以为是神 影响他们的生活 随着科技进步 观念改变 我们逐渐了解了宇宙 以及我们的世界 Moses was born 7 seconds ago Buddha 6 seconds ago Jesus 5 seconds ago Mohammed 3 seconds ago 它不是只有2 seconds ago 那如果更好或更好 地球的两半都 发现了一样 而只有在宇宙大探索中 我们开始用科技 来明显出自然的秘密 和法律 随着科技进步 我们也越来越了解 这个世界 甚至还登上了月球 探索宇宙 尼尔泰森在纪录片中 要跟大家一起探索 一开始的秘密 在宇宙大探索中 这让我们看到 直接跌入 1秒